新北市客家铜花季 周末两天在土城南天母广场热闹灯场 虽然台湾今年北部铜花提早盛开 目前只剩下零星的铜花可以欣赏 但仍挡不住游客能上山赏花的热情 市长朱立伦也邀请民众上山踏青看表演 大人小孩都开心的把铜花彩绘在脸上手上 虽然北部铜花凋谢的差不多了 但仍然吸引许多民众 上山参加2018新北市铜花季 我是当地的土城人 然后土城的铜花节已经很有历史了 然后规模一天比一天的大 所以我是来共襄盛举的 这边铜花开的时候很漂亮 然后掉落的时候就像下雪一样 然后这边晚上的时候还有萤火虫也很棒 我们从嘉义来 然后因为第一次来 所以会想要来看看这样 哪个地方最新的干嘛 空气好 然后花也很漂亮 这一次的客家铜花季非常的精彩 从5月5号一直到5月19号 三个周末在新北市的八个区 尤其是土城 树林 阴哥 还有我们新店 石定 深坑 到瑞芳三芝我们欢迎大家利用这个周末加入来赏童参与很多的活动 美丽童话季吸引观赏人潮也带动产业 活动现场还规划许多展示摊位 有诗集 生态导览 彩绘童话 商品展售等等 新唐人电视台最受欢迎的动画人物小乾坤也来到现场成为大家拍照打卡的对象 我们电视台有这么多的优质节目 大家都可以扫描直接去看 然后我们今天有推广是小乾坤和幼稚自在 这小朋友都会很喜欢 在国外已经得了五十几个奖 四十个国家 今天来的人潮很多 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我们就希望把新唐人能够这么优质的节目能够推广出去 热闹土城童话季 白天赏花看表演 还可以搭乘接驳专车 畅游当地观光工厂 晚上也能体验最夯的夜晚赏银活动 带给民众一次特别的童话饗宴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淑霞张年节 台湾新北市采访报导